詞曲 李宗盛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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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 我们期待神迹今晚要发生 专注在神话以上 我只是其中一个上帝所拣选的拯救者 为了这个世界 其实我什么都不是 耶稣基督是我所有的 所有一切 Hallelujah Hallelujah 耶稣基督今天晚上要来医治你 今天晚上耶稣就把你所有的重担 你的愁苦问题完全给挪走 要单单的信靠耶稣 今天晚上要期待神迹要发生 耶稣是细在经在永在不更改的上帝 今天晚上我要来跟你说呢 分享关于在早期的教会在使徒行传 第三章的第一个神迹 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神出祷告的时候匹德约翰上圣殿去 有一个人生来是且腿的 天天被人抬来 放在殿的一个门口 那门名叫美门 要求进殿的人走结 他看见匹德约翰将要进殿 就求他们周结 匹德约翰定睛看他 彼得说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指望得到什么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支把 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纳扎了耶稣基督的名 你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 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走着 跳着赞美神 这边使用经常给他们看见 第一个神迹发生在耶路撒冷 在祷告的时刻呢 彼得约翰医治了一个 鞋腿的膝盖 那个时候就在祷告的时候 在祷告的时候 神迹就发生了 你可以看到 祷告带有医治的大能 你可以看到呢 祷告带来复兴 很多人知道祷告的重要 可是问题就出现在 他们祷告生命没有操练出来 所以我们要非常看到 我们这个祷告的生命 首先我们要知道 祷告带有这个医治的大能 你可以看到那个 鞋腿的膝盖是在祷告的时刻 得了医治 当你祷告的时刻 上帝阴云 垂定了我们的祷告 耶稣基督是医治者 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这么说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圣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 耶稣基督是细在近在 永在不更改的 是一样的 耶稣基督做日 今日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不更改 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医治者 当我们凭信心去祷告 上帝要医治所有有病的人 亚哥五章十五节说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如果犯了罪 也必能赦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雅各书提到的祷告的重要 如果我们在主身上 出于信心的祷告 大有能力 必要医治有病的 马可福音书十六章十七十八节 这么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 谁子他们就是奉我的敏感鬼说心方圆 所能拿蛇 如果喝了什么毒 也必不受害 所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我们对主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信心 你可以看到奉耶稣的名字 很多神迹 会发生就在今晚一样 如果我们对主没有信心 我们的祷告没有功效 没有看到有神迹 我们要来相信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医治者 耶稣是西藏今在 直到永远不更改 所以我们要来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上帝是一位非常好的上帝 如果你对主大有信心 今晚上上帝不要为你成就大事 第二点我们要知道 耶稣基督的名字大有能力 使徒行传三章第六第七节这么说 使徒行传三章六到七节 彼得说 经营我都没有 只保所有的给你 我奉纳扎了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也是拉扎右手扶他起来 他的脚踝之骨立刻健壮了 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 只保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纳扎了耶稣基督的名 起来行走 这边的问题是出在哪呢 我们也同样的有这个名字 我们却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字的大能 那就成了问题了 耶稣是细在 竞在 永在 一直到永远的一样 今天基督耶稣要来医治我们 可是我们却没有耶稣基督 他的圣明的大能 比如说我什么钱财都没有 可是我却有耶稣基督大能的圣明 可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银行有存一些钱 家里可能有一些钱财储存着 可是我却没有耶稣基督的圣明的大能 这个就出了问题了 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有耶稣基督圣明的大能 我们有耶稣基督圣明的大能 我们奉耶稣基督名字 所有的污鬼先离赶出去 耶稣基督名字是全能至高的圣明 上帝给我们三个最有能力的武器来打败撒旦魔鬼 有三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大能的武器 能够攻打所有邪灵 误鬼所有的权势 首先第一个是神的话语 因为上帝的话语能够打败撒旦魔鬼一切的权势 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受试探时刻在旷野 用神的话语三次呢 打败了撒旦魔鬼的试探 所以看到神的话语大能力 打败撒旦魔鬼一切仇敌的权势 我们要每一天呢都来昼夜试掌读神的话语 上帝给我们这个极大的保障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头 你可以看到神的话语是教会最高的权柄 你看到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武器能攻破一切仇敌的一切的权势 第二个大有能力武器是 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有耶稣基督圣名的大能 我们有耶稣基督圣名的大能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医治所有一切的疾病 第三个大有能力的武器 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是因着耶稣保血得了医治 我们的罪得圣名全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所以上给我们这三个大能力武器能 打败所有撒旦魔鬼的权势一切的这些困境 第一个是神的话语 第二个武器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圣名 第三个武器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赞美主 你看到彼得约翰医治这个鞋腿的乞丐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使徒行传三章十六节说 我们因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这人健壮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 我们因信他的名 这个人就完全健壮了 我们要对主的名字的信心是刚强不动移的 我们要来全然引用 使用耶稣基督的圣名的大能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上帝就把他的圣名的大能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我们所有人都有耶稣基督圣名的大能 你要使用 引用耶稣基督的大能 在你生命里头 教会要引用耶稣基督的圣名的大能 在你的事工里头 你凭耶稣基督的圣名 能够攻破打败 所以撒到魔鬼的权势 我们赞美主耶稣的圣名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刻呢 我们已经得着了耶稣基督圣名的大能 你看使徒保罗赶出乌鬼邪灵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八节这么说 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就在当下那刻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哈利路亚 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这么说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 主啊因你的名 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圣明的大能 你要使用耶稣基督的大能 在你的事工里头 用耶稣基督圣明的大能 在你生命里头 上帝赐下极大的赐福给我们 当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祷告 上帝就阴影垂听我们的祷告 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 这些圣明呢 大有能力是至高的全能的名字 我相信耶稣基督圣明是 大有能力 最有能力的名字 打败撒旦魔鬼一切的权势 约翰福音15章16节说 耶稣说 你不是选择我 但我选择你 而选择你 去拿着果子 果子会继续 祂会给你 我叫我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汁 叫你们的果汁藏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相父求什么 祂就赐给你们 我们的天父爸爸 无论你求什么 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的天父爸爸 必要赐给我们 第三 我们要把应当得的这个 敬拜赞美感恩 献给上帝 当你献感恩祭的时候 赞美神就会 让上帝倾倒他的祝福 你可以看到 敬拜赞美 这门圣灵 站着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当这个 鞋腿的膝盖得了医治 他进入圣殿 是借着赞美敬拜 来进入圣殿 使徒行传三章八到九节 这么说 就跳起来 站着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跳着赞美神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 赞美神 当所有人看见他 在赞美神的时刻 在走着 词篇103篇第二节 这么说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 他的一切恩惠 所以赞美上帝 是在我们生命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当我们用赞美 敬拜来祷告的时刻 上帝很快就应允我们的祷告 词篇50篇第二十三节 这么说 凡以感谢 词篇150篇一百五十篇六节 这么说呢 让一切 凡有气势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福利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这么说 应当一无挂力 只要凡是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应当一无挂力 凡是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人 神所赐助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上帝必要应允我们的祷告 三十多年前 我在美国呢 去一个教会那边去探访 我那边接了一个通电话 是我的会友给我的电话 牧师请你尽快来到医院 因为我的丈夫就快要死了 我就赶紧去到医院去 她丈夫就快死了 因为他患了肝癌 医生说呢 你今天要开始筹备 他的这个伴伤事了 他今晚上必会失去 他的女士就摇了电话呢 叫他们开始筹办后事 预备那棺材准备妥当 我现在去了这个紧急交付病房呢 看了我的这个会友 他的这个丈夫 她说呢 牧师我刚才给了你通电话 我就赶紧祷告 我祷告了二十分钟 我听到上帝给我的这个答案 上帝告诉我 他说呢 李牧师呢 将会来到医院呢 为你的丈夫来祷告 你的丈夫会活下去 他会得到医治 他就开始呢 他就赞美神 他就把整个故事呢 分享给我听 问题是我没有听到神跟我说 可是他非常兴奋 听到主给他答案 他说牧师牧师 快点来 跟我的先生丈夫来祷告 那时候我有点担心 要进入这个紧急交付病房 因为之前我没有听到主的声音 他就把我推呢 叫我进到交付病房里头去了 我看到他先生的丈夫 躺在那个医院的病床上 他就在昏迷的状态 他就在呼吸 但是是上气不接下气 这样很大的喘 他整个肚子 整个肚子肿胀好像一个孕妇一样 因为他的肚子里面呢 正在出血内出血 他就几乎要死了 医生告诉我 他是末期的这个肝癌 三到四个小药就会过世离世了 开始预备筹备他的这个葬礼 可是他其实告诉我 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 他必会活过来 他一定会得医治 一定会得医治 对我来说是很艰辛的时刻 我没有从主听到什么声音 没有答案 可是他却是祷告赞美神 不停地赞美神 祷告神 他说 主啊 感谢你 为了他的医治 他宣告 他宣告他的医治 他感谢主 我的丈夫必得医治 他必会活过来 活下去 他看起来就好像 很兴奋 我就为他祷告 他很有信心 坦白说 当时当下 我没有信心 来为他医治来祷告 我看到一个躺在病床上 就快要奄奄一息 是要断气的人 在我还没进入家父病房的时候 我已经听到医生给我的报告了 可是当时那一刻呢 那个环境没有马上翻转过来 可是我还是为他祷告 我就奉主耶稣的圣明的大能 为他来祷告 可是在我内心里头 我说主啊 今晚上你要把他接回家去的话 把他这个痛给拿走掉 因为在一个 最后叫断气的一个病人 在这个癌症的疼痛里面的痛苦 挣扎死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我就为他祷告了 我就回家去了 所以明天早上呢 我在教会也去的时候 我又再接到这个姐妹的电话 牧师 牧师 快点来 他就把电话挂了 所以我又赶到医院去 那天晚上 他已经得了一次 完全得了一次 他完全醒过来 在床上能够交谈在医院的病床上 那个医生呢 吓呆了 医生说这是一个神迹 他说你的上帝呢 还依然活着 所以耶稣是细在 细在 永在 一直不改变的上帝 所以是我们的部分要来宣告 耶稣永远不改变 耶稣是精在 细在一直到永远都不更改 可是我们却没有对主耶稣 大有信心 我们今天还不相信神迹 我们没有全然相信 耶稣基督的圣明的大能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没有神迹 没有医治发生 我们要对主大有信心 我们要对主那群人 大有信心 不动摇的信心 耶稣基督是细在 今在 知道永远都不更改 如果你在主里大有信心 今天晚上我们同样会得着神迹 你相信主吗 你相信耶稣基督圣明的大能吗 你相信耶稣基督宝血的大能吗 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全然相信 你必须得着神迹在今晚 所以问题是我们没有全然的相信 所以我们要全然相信 在末日上帝要使用所有中华人教会 我相信全世界二十八千人口都在说华语 在耶稣基督第二次还没再回来之前 主耶稣要用众华人教会 把这福音传遍到世界各地 知道世界的末了 上帝要使用我们所有在东南亚 中国还有印尼 还有越南 所有国家来传福音 所以上帝要派我们出去全世界传扬祂的福音 主使用我们 差派我们围绕祂的国度 上帝要使用你 差派你去到世界各地 来传扬祂的福音 透过你上帝要带下大复兴在马来西亚 在印尼 在中国大陆 在全世界 当你被圣灵充满 有耶稣基督圣明的大能 有耶稣基督宝血的大能 你会在主国 神的国里面 大能的精兵为主 来传扬福音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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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大家 请站起来 我们要为医治来祷告 如果哪里身上有疾病的话 或疼痛 就让你的手放在 按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哪里有疼痛在你胸口 你就按手在你的胸口 如果你对主大有信心 上帝能医治你 我们天上的父亲 我们为医治来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亲 我们要你拿走我们生命里面的困境 奉主耶稣的名字 奉主耶稣的名字 领受你的医治 领受你的医治 透过耶稣基督的神明 领受你的医治 所有疾病疼痛在我们身上出去 医治在我们身上 所有的癌细胞在我们身上出去 所有问题在脑袋里面的这些问题 全部离开 心脏病 心理的问题出去 兔子疼痛得医治 今天晚上所有的疾病完全得医治 阿爸父亲我们为金钱的问题来祷告 主 挪走所有我们经济上的困难 我们为我们家庭的问题来祷告 挪走今天晚上所有我们家庭的问题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透过耶稣基督保血的大能 所有的问题全部挪去 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出去 阿爸父亲我们要感谢你 赞美你 因为你的医治 你的大能 你的神迹张学 我们相信你 我们信靠你 我们要单单来敬拜你 我们尊容你 我们要跟从你的话语 我们要尊重你的话语 服从你的话语 带领我们 引领我们 保守我们 使用我们 充满我们 为找你的国度 谢谢你 垂听音韵我们的祷告 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奉主耶稣全能的圣名祷告 Amen 法荣耀 给我们的上帝 Hallelujah 请大家请坐 感谢你